乐天讨厌拉拉队正妹沐妍 在去年出退以后 成为该拉拉队的专属主持人 先前因找伤停工的她 近期在工作时忧郁突发状况 让她忍不住直言 近年的中秋节太累了 日前沐妍在H线洞上透露 原本正开车准备去工作 不料车子开到交流道时 才发现有实时高承载的管制限定 只剩一人开车的她完全上不去 无奈之下只好从戏纸绕大圈赶赴活动现场 在经历这趟波折后 终于抵达了活动现场 结果还没找到停车位 就意外发现汽车冒出阵阵白烟 当场就把她杀坏了 随后沐妍也晒出了汽车引擎室的照片 崩溃的表示在结束工作之后 要怎么回到台北 并附上大哭的表情符号 真是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粉丝们见状纷纷留言安慰她 希望她可以将这些状况顺利解决后回家